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了解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的制定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区以及有关部门要在七大领域 推出一批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项目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外界认为国有企业垄断是中共经济命脉的支柱 现在想方设法吸引民间资本 说明政府已经没有钱 也是对私营企业的恶意欺骗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7月30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取国立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制定情况的汇报 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在铁路、市政、能源、电信、金融、卫生、教育等领域 尽快推出一批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项目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北京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龚胜利认为 去年温州地区的产业资本链断裂 导致中国中小企业全面崩溃 是这次温家宝发化的大背景 不过龚胜利表示 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 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 英国金融时报7月30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温和的放缓 但企业利润却严重下滑 中国目前正处于对投资者来说最不利的时期 报道指出 占中国整体经济绝大部分比重的国有企业 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11.6% 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表现 其中石化和金属业受创最重 而钢铁业则被形容为重灾区 另外中国各大航空公司也因为经济增长放缓 导致乘客数量减少而受到影响 中国国家航空公司说 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会下降50%以上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靠经济来证明它的执法合法性的中共 已经走入死胡同 他说 从中国央行的连续两次降息和国务院总理的讲话 能看出中国政府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采取各种方法来吸引民间资本 但是谢田提醒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中国的铁路、市政、能源、电信、金融的大型企业 完全控制在中共的利益集团手中 投资这些领域应该三思而行 对这些民间资本和私营企业来说 实际上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其他的正常国家的话 你在融资的时候 你必须释出股权 释出控制力 才能换取更多资金的投入 中共实际上它不会在所有权和拥有权 和控制权上有任何丝毫的放松 这个时候让人投入资金 实际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 新唐电视刘慧中原采访报导 这样的朋友们就会变成了 这些人都会变成了